当前的疫情形势 国家卫健委网站15号发布通知 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9版 新版的诊疗方案是在新冠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8版修订版的基础之上 针对当前疫情的新特点 新形势做出的修订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持续的流行 奥米克隆毒株已经取代了德尔塔毒株成为了主要的流行株 确诊患者的临床表现也呈现了新的特点 目前针对新冠肺炎治疗的新药物已经相继上市 治疗经验和手段进一步的丰富 在新形势下为了进一步科学规范做好新冠肺炎诊疗工作 那在之前方案的基础上修订形成了新的诊疗方案 是啊 因时制宜 因人而异 新方案做出了以下的调整 第一 优化病例发现和报告程序 第二 对病例实施分类收治 要根据病情确定隔离管理和治疗的场所 其中轻型病例实行集中隔离管理 相关集中隔离场所 不能同时隔离入境人员 密切接触者等人群 隔离管理期间应做好对症治疗和病情监测 如果病情加重的话 应当转至定点医院治疗 还有普通型重型微重型病例 和有重型高危因素的病例 应在定点医院来集中治疗 其中重型微重型的病例应当尽早收入ICU治疗 有高危因素且有重症倾向的患者 也应该收入ICU治疗 第三 就是进一步规范抗病毒治疗 将国家药监局批准的两款特异性 抗新冠病毒药物写入诊疗方案 第四 就是对中医治疗内容 进行了修订完善 还有第五 调整解除隔离管理 出院的标准 加快患者解除隔离和出院进程 第六 就是调整解除隔离管理 出院后注意事项 将出院后继续进行14天隔离管理和健康状况监测 修改为解除隔离管理或出院后 继续进行7天居家健康监测